依依 她真的很在乎你 所以才对你坦白了一切 这都是因为 她不希望你因为这些 而对她产生猜忌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她的苦衷 为了她 为了她的家人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我知道了 这个面快睡了吧 不要等她凉了 韩姑娘 我不能接受你 我有一种人了 你说 是谁 我喜欢的人 是她 你这个臭豆腐 讨厌鬼 你就只要骂我 你就看不出 我喜欢你吗 我自往可以赢你 但偏偏喜欢输给你 那这算不算是 大家毕业在即 即将迎来毕业考试 以考核 大家在上一馆的学习成果 时间会在近日公布 希望大家好好备考 现在散学 谢谢博士 不认识 你 还有毕业考试 会考些什么 但谁知道 应该挺难的吧 要是考不过 就真的毕不了业了 这 这 这怎么办啊 毕业就毕业呗 干吗还有考试啊 这下早 小白 谁让你平日好吃懒做的 到时候要真的毕不了业的话 看老白怎么收拾你 不会吧 小白 你也不必太担心 博士说了 毕业考试的内容 只是考核我们平时在上一馆 学习的成果 不会太难 好好复习即可 我本来还在欺骗自己 说我们离毕业还有很远 但现在看来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各位 我唐舅华 能在上一馆认识大家 真是我一生的心事 子安 子安 也没期待 偶然相遇 站在 子安 原地 想说却还犹豫 谁啊 你连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想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麻醉自己 想对你说明 追逐幸福的意义 在安心的目的地 只要我说出这个秘密 你可不可以 来我身旁 和我在一起